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牆身有个洞,看到吗? 刚刚有个蜜蜂在这里走出来 看屋其实真的很多东西 很多细微的东西,我也不能一句说 由一只蜜蜂出来了 看到吗?很多很多,真的 出入了很多 我也是走开一点点,免得它针我 走开一点点 其实这家屋有很多小眉小眼的洞 例如这里,之前 这里,它做了一条喉之后,没有封的位置 所以有很多蜜蜂、昆虫走进去 甚至乎有些案例我见过,是走蟲鼠进去 当然,这个洞这么小,它不能进去 有些大一点的洞,虫书可以进去 接着,在上面的横梁、木上 不断咬,咬到木就幼了 破坏了,破坏了 除此之外,这里也是 不错的,在柜梁下面,我爬上去给大家看一下 我爬高一点点,看到吗? 柜梁下面,这里有一条喉 又是一些昆虫、小动物 可以躲进去的地方 是不是? 这些墙身也是 这些也是 这些洞有不同的情况形成 很多时候是封化的 封化的 封化就会将封银和封银中间的 封银沙慢慢封化之后 就破坏了 有些情况就像那个案例 前人的建筑人转了个洞 装了条喉之后就没有封固 无论如何都形成了一个风险 就是说有些昆虫、动物 有机会走进去 这里明显这个里面是一个蜜蜂洞 我们的墙身有洞 除了有入水或者结构问题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是一些昆虫的问题 因为有洞的话 有很多昆虫会在里面住 刚刚在做这间屋里 我们的墙身有比较多洞 有蜜蜂在里面做洞 我们就会收补的墙身封一些洞 防止入水 亦都防止有昆虫在里滋生 这个位置有个蜜蜂洞 其实是这两个星期第二次 发现这些屋外的墙身有蜂洞 因为这里的墙身是双层墙 就算中间有时候有些保温面也好 其实也有空间 所以当墙身一有空间 墙有洞的话 就会有机会有些小动物 昆虫啊 这样走进来 今天上来做屋顶之外 亦都同时间 会修补 修补一些腸身 如果不是有洞的话 有昆虫进去 亦都会有雨水滲进去 如果不处理这些洞 就自家 周围很多蜜蜂飞来飞去 如果打开窗 随时飞进屋都像 上到屋顶 其实很多东西可以看到的 例如这个烟通顶 给大家看看 这个烟通 这个位置 它没有一个被盖的 不是每个烟通都有的 这个有 这个也是 刚刚这个位置 没有被盖的 有最好 雨水不会直接滴进去 其实没有的 雨水滴进去 因为始终 这个洞的口不是非常大 水滴进去 其实它慢慢也会揮发走 因此 为何说烟通 要有一个叫 ventilation 原因 烟通是要透气的 你看 给大家看看 就算它有个盖 也好 它也是有洞 是吧 旁边有洞 因为要让烟通 吸气 最好就是要加一个盖 盖住它 免得一些太多的雨水 水的时候会令到下面 比较容易 牆身会潮湿 另外就是了 有很多草 是不是 我刚刚在脱草 船手也是 另外 在烟通的位置 很多时候都会有 这些鱼骨的天线 有鱼骨天线的话 鱼骨要坐在这里休息 在这里开派对 接着吃完又割 割完之后 它们的大小耳便 就是一个很好的肥田料 所以大家看看 这些就是大小耳便之后的东西 接着 这个位置 就是会生了很多草 生了草之后 就像之前所说 这些草 就会慢慢的根 这根 砧入去这些石丝位 这些砖那位 这样就会砧烂它 再加上它 它打了水分进去 它到冬天的时候 尤其是晚上 它去到灵道的时候 就会结冰 打了水分进去的牆身 和砖那 即是结冰又膨胀 翌日 翌日又收缩 下一晚又来过 这样周而伏此 这些砖那 或者就算封了这些櫻泥的话 其实都会被它砧烂 所以一看到有这些草 就尽量去摘走它 和封一些那些 大家看看这些草 这些草的根都生得很入 又不一样 所以一进去 它慢慢慢慢就会砧烂一砖那 所以没有得手远 看到一定要摘它 你们的like和subscribe 就是对我的支持 多谢 thank you 拜拜 我们在伦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汉 提供全面的物业管理服务 也都有帮助海外的投资者 在英国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是电邮我们 去了解更多的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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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晚说